请政委员启程发言 大内需刺激景气 消费抵税是扩大内需的原动力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全国赴税统计 预估今年的税收渴望超过两兆元 而且截至今年九月底 众所税也突破四千亿元 也创历年的新高 但是另一方面 台湾今年第三季的GDP成长 却是负成长的1.01% 政府为了刺激内需的景气 也提出了短期消费的提振措施 编列了四十亿元 涵盖了节水数位生活 网购促销国民旅游等等 来期待刺激景气 拉高GDP的产值 但是政府在研议扩张内需的同时 也应该一并考量对广大中下民众的辅助 进一步来说 从财政部今年四月发布的 102年度我国众所税各集聚 统计可以发现 纳缴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二十 众所税率最低的三个集聚的家庭 高达将近四百万户 然而这三项最低集聚的税收 只占年度的众所税收总额的 不到百分之四十 比重相对较低 因此在刺激内需的前提下 可研议让明年申报众所税 符合百分之二十以下税率的民众 提出特定期间内购买特定商品的发票 或特殊的记民凭证抵扣税额 减轻中低收入民众的负担 藉由抵扣税额来刺激消费 会比单纯补贴式的短期消费提振效果更为有效 原因在于现行的消费提振措施 只是单纯的少许减价 平时商家他们的销售价格 也往往比政府补贴来得更为优惠 消费者购买的时候 还是会考量最终的价格 而消费抵税却能破除这种心理障碍 产生加成效果 依据经济学的理论 经济救生圈理论 在不景气的时代 政府退税的损失 往往却能增加更多众手税跟营业税的收入 并且创造出税损总额十倍以上的民间消费 另一方面 抵税消费也能增加纳税人 不采用标准扣除而采用列举扣除的意愿 若政府能够在消费抵税的实行 实际的技术障碍做克服 势必对中低收入的民众 产业以及我国的经济 有绝对积极的注意 成为良性循环 创造出多影的局面 谢谢 请邱委员文彦发言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本期要报告的主题是正式欧盟黄牌警告 推动永续渔业 今年的10月1号 欧盟发出一个新闻稿 对台湾和狗罗联盟的愉悦的非法捕捞行为 发出了黄牌的警告 并且限期在六个月之内要进行改善 否则将台湾列入为不合作的国家 并有可能祭出了将来的愉悦贸易制裁的作为 那么欧盟在他的这个声明稿里面 特别强调 对于这个非法捕捞 意思就是说 对于这个非法的 没有报告的 或者是没有受规范的 愉悦捕捞行为 就是国际上通称的叫IUU Fishing 展示了零容忍的政策 他们希望借这个警告 能够让台湾和其他的国家 能够推动合法的 而且是永续的愉悦 虽然愉悦署在今年的3月 公布了谢渔 就是谢任的谢 谢渔声明书的这个申报的规定 将来沿近海10吨以上的渔船 预定在2016年的7月1日 将会进行这个申报过报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过去台湾的渔业统计资料 都是透过渔会的 那么这些资料 跟实际上的这个作业资料呢 可能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 这个这件事情 无论是业界或者是学界 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认为这件事情 因为牵涉到台湾每年输往欧盟 1300万欧元的巨额的这个国家的利益 所以我们呼吁 渔业署行政院应该正视这个黄牌的警告 积极抹取这个解决之道 那本习也建议我们应该要开发一个立即而有效 同时渔民能够简单容易操作的资讯通报系统 将我们的渔业资料能够及时的传送回来 做正确的统计 另外我们也希望这些统计能够灯载更多多元的 而且更有意义的甚至在学术上面有很多研究意义的这些资料 能够让这个灯载的工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应该要加强国人对于海鲜文化的一些教育 海洋文化的教育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大家的力量来推动永续愉悦 引战委员凯晨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2015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领袖高峰会将在11月18、19 两天于福利宾的马尼拉举行 马总统于11日接见代表团的时候 希望代表团表达台湾加入TPP及RCEP的决心 今年APEC年会以建构包容经济打造美好世界为主题 将聚焦讨论四大优先领域的议题 第一强化区域经济整合的议程 第二促进微中小企业参与区域及全球市场 第三投资人力资本发展 第四建构永续与任性的社群 目前我方盼望陆方对台开放台湾有经济力的产业 除了降低关税外还能拿掉非关税的障碍 并争取大陆对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 有更大幅度的开放 也呼吁各会员借由简化原产地规则 及利用资讯科技文件提供及时且准确的关税 贸易法规及扩大优质企业认证等等 来协助中小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 进一步增加我国及亚太区区经济的成长 台湾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大多数 但是我国目前签订自由贸易的国家并不善多 今年外销订单也表现下滑 显示出中小企业若要进入海外市场面临的种种困境的挑战 因此期许能借由这一次的会议 增加台湾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 TPP跟RCEP虽然有一些国家是重复的 但是两个贸易总额加起来 占我国贸易总额90%以上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 近几年来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非常积极的参与国际活动 包括区域和平环境经贸组织 如亚投行一带一路RCEP等区域的经济活动 希望台湾能走出去向国际社会走出去 而不是闭关自首 我们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经济的命脉就是出口 所以不要锁国 不要因为政治因素而扼杀了台湾的经济 以上 请罗委员民财发言 罗委员民财 罗委员民财不在场 陈委员毕函 陈委员正乡 及王委员玉明 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 列入公报记录 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另一会儿 本没甩 我们在路上 对 你们 arak Israel 能